來到星期五的《娛樂無控》 今天有嘉賓投資專欄作家唐偶在這裏 唐偶 你好 Sady 你好 先談談大事表現 半天跌1100點 已經覺得是散水 下午回來再跌深了 現在跌1300點以上 又剛剛好像又想試過日來低位 上天其實都開始見有些異動 醫藥股、生物科技類的板塊 下午就好像開始散水 是否已經響起了警號 港股是否真的要進入一個比較大的調整 還是暫時都是看著 之前的低位21,100的水平 我想暫時調整近 你說是否會完成 我想暫時都沒有那麼快 從圖表出發都看到 整個長方形寬寬 之前23,500至24,800左右的長方形 終於突破了 但就向下突破了 現在就要試回 如果是純體指數 就應該要試回大概4月初的低位 22,800左右的水平 都很視乎中港美消息的情況主導 我想是否要試到22,100 就真的是剛才所說的 看看消息 它接下來的發展是怎樣才會知道 但是我想你從部署上 如果你是重仓的 你怎麼都要先減一下磅 不過這一段時間以來都是炒股不炒市的 所以大家都是匹些股份出來看 這次我們又說一下 都叫做近排 好像相對硬正的 也都有些概念的 就是摘經濟概念的 說一下雷蛇1337 雖然都現在跌6%左右 但是沒辦法了 市況不走 今天很多東西都要跌 1,700隻股份都要跌 不過若看回這個星期 雷蛇直至中午收市 整個星期其實還在升2% 表現來說都算不錯 為什麼是這樣 如果不是撞正今天就大跌市 3天之內 其實它的彈幅度還要去到1%這麼多 看到成交亦都是配合的 究竟靠些什麼呢 是否單純大家炒一個摘經濟這麼簡單 這條蛇本來都挺威風的 但沒辦法 今天就跌下來 你說摘經濟都說了一輪 始終你說雷蛇突然間會炒上去 都會出價到它 這次都是回購這個消息 看到公司星期二和星期四 都分別回購了兩次 40萬股和23萬股 價是過一和一號一號半 但是你看到自從它 星期二出了新聞之後 你的價格就立即走上去 到星期四的時候 都會再炒到過二人錢 沒有記錯 還有turnover也有跟著增加 你看到其實這條街都有看著這個股票 看到它有些回購的時候 都立即炒上去 不過回購這個消息 究竟可以幫到它多少呢 因為以往都不是沒有回購過的 我們經常節目會拆解一些回購的股份 可以撐得起股價 但不是每個都見效 今次的星期有沒有機會延續下去呢 以往你看到它的回購連年都做的 但又不是很撐得起股價 你看到什麼時候呢 你看到資料 2019年那次 一月開始就做回購 去到六月底才結束 那次的效果是不錯的 因為由一元左右的水平 炒到上最高 即回購的時候有一個蘆白 但期間曾經見過兩元樓上 其實累積升幅都挺大的 即是整一倍過外 不知是否因為這樣 令到今次市場 看到有回購 不如一起炒一下 都令到近期一個聲勢 當然檢查一下 相關的時間性 即是一月到六月去年的時候 除了回購之外 都有其他的消息大起座 例如看到原來期間 曾經跟騰訊 全研究去發展電競手機 大家都知道雷蛇做相關電競的產品 有這個騰訊的加持 可能炒得更厲害 亦都曾經在期間 因為公司的虧損收窄了 我相信是相負相成 除了回購之外 都有相關的利好消息 變成為何那時就炒得這麼高 即是除了回購之外 反而要看有沒有利好消息 去推動一下 股價才會起動 最近來說有沒有什麼好消息 大家看到業務開始有些改善 你說如果純體業務 都算是有些改善 因為你看到最新的業績 收益創了新高 即是生意 以及看到經調整的EBIDA 虧損也收窄了 你看到最低階段 整個虧損也收窄了 變成有些好消息支持 令到股價也有些起動 不過問題就是還在虧錢 就算大家知道它受惠於摘經濟 但是長遠 你究竟接下來的發展會是怎樣 跟騰訊的合作 一直都只聞樓梯響 有沒有機會 將來的業務發展可以擴大 令到它可以扭規為形 我想純粹在業務上面 都算是有優勢的 你摘經濟可能在家裡打機打得多的話 或者可能要買一些強勁的裝備 可能一些貼士 或者耳機都會強勁一些 留意前幾天 有一個摘經濟概念符 就是3336巨騰 都出了營起 這間公司就做了一些相關電腦的機殼 公司也提到 都說因為摘經濟關係 或者Work from home 的關係 令到手提電腦的需求大了 亦都令到巨騰的生意多了 你說雷蛇有沒有機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不排除 但是可能那個叫做影響力有沒有這麼大 這個就可能差一點 因為始終你說手提電腦 Work from home 的始終都是必需品 你怎麼都要做事 但是打機來說 就不一定要打機 或者你可能用一些差一點的麥克風 差一點的耳機都可以 我相信那個憧憬沒有那麼大 但也有一定的幫助 不過疫情現在都叫做緩和了 逐步復工復產 就算真的躲在家打機的 現在都要出回來 那個摘經濟的受惠程度 可能又沒有那麼大 之後究竟有沒有辦法 可以繼續維持到那個收入 真的那麼高呢 有沒有辦法可以開完呢 因為看到開完的話 都有機會 因為看到雷蛇都申請了在新加坡那邊 搞這個虛擬銀行 因為其實雷蛇 剛才說了除了做硬件之外 他都有很多相關的online payment 有些叫做雷蛇的finance Fintech 他也是看回資料 都說是申請市場最大的O2O的 一個電子支付的網絡之一 見到去年的付款總額 就增長了五成 都有相關的 可能跟虛擬銀行 related的一些數據 當然因為你說是否一定做到呢 因為新加坡那邊 因為疫情關係 就推遲了虛擬銀行的牌照 而競爭都挺大的 有超過20間的申請 所以你說有機會 但是否一定做到呢 就真的要看看開錶結果是怎樣才知道 對 你 你 感谢观看